施工紀錄居然有四成不齊全 另外也有進一步的線改圖則 還有路政署現在是沒有辦法確定 施工質素的問題 我認為沙中線現在的醜聞 已經越演越烈 是去到一個難以想像的地步了 因為施工的紀錄 這個是工程質量監管的最根本 而這個施工紀錄居然有四成 是擺不出來的 這個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現在陳凡局長站出來 好像講到責任不在他那裡 一美批評港鐵的監管是有問題 用一種今時不脫學的方式 去推卸責任 大家不要忘記 運防局局長是港鐵董事局的當然成員 我早前多次問他 他也是拒絕回應 究竟他在董事局的出席率 最近我在立法會的書面質詢 他終於要回答了 他親自出席的 立法會的港鐵董事局的出席率 只有五成七左右 其餘都是由他其他官員去代表出席 所以陳凡作為港鐵董事局的成員之一 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去監管港鐵的工程質素 他現在不要說到自己 好像一個受害人那樣才行 他根本上是一個監管者 你把所有責任推到港鐵 你也是港鐵董事 那你想怎樣呢 董事也有董事的責任 這是難以想像的 現在呢 我們看到沙中線的質量問題 那些鋼筋想剪就剪 圖質想改就改 報告想不交就不交 記錄說沒有就沒有 你根本看到整個豆腐渣工程 現在是連渣都沒有的 那你究竟 那四成的施工紀錄 是不見了啊 是被人銷毀了啊 還是怎樣呢 你現在 有沒有人 可以拿回一個所謂的施工紀錄出來呢 你拿出來 大家都怕了 因為這個說 是過去幾年的施工 你現在靠什麼去做這些紀錄呢 靠記憶啊 靠想像啊 現在做任何的紀錄出來 你信不信得過呢 我就絕對信不過了 連路政處都說 沒有辦法確定施工質量 那就是怎樣呢 那就是說 不要管了 叫市民先照用住 先照通車先啊 找市民的命去調票嗎 還是找市民的錢去補獲呢 兩樣東西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如果我們要去確定那四成 施工圖質 散失的 位置的施工質量 可以怎樣做呢 我是絕對不相信政府之前 講過那些什麼 負載測試等等的東西的 你難道要鑽石屎 看鋼筋 究竟是不是按圖織做 不按圖織做又怎樣呢 它扭進去的鋼筋 是扭到多少呢 你政府 之前找那個超聲波 又說它很準確檢測到 扭入螺絲帽那個長度 原來都是一團糟的 搞了一壇大龍鳳出來 最終又說那個超聲波 根本沒有辦法去測量 扭入螺絲的長度 這個政府呢 根本上是爛到一個地步呢 是令人非常震驚的 你連做一個補獲的措施 你都不做好它 你事前不是應該要 做好這些研究 確保那些超聲波 是可以很準確地測試到 螺絲帽的情況嗎 你沒有辦法確認 那個準確性的時間 你就沒有理由用這些方法 去做檢測啦 最終如果要 鑿開近四成的位置 去檢測工程質量 與其是這樣 你不如重新做過吧 因為你鑿開四成 去領過那些螺絲 看看有沒有領實 或者有沒有其他施工質量的問題 我相信我規模的複雜性 和成本 和你重做過 其實不差得多遠 我亦都相信 你如果要做四成的話 你的工程的結構質量 會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我們不想將來的沙中線 全部都是用工字鐵 好像公屋危樓去撐住 這個是說120年的結構來的 我們香港一些工程的質量 怎麼可以變成國際的大笑話呢 所以我覺得陳凡作為運防局局長 他是應該要問責下台 而不是去推卸責任給港鐵 而他好像忘記自己 是港鐵董事成員之一 接下來我們也會繼續立法會 要求鐵路士而小組 盡快召開緊急會議 我亦都是同意同事所說 應該是要在立法會 進行權力及特權條例底下的調查 建制派一再去 包庇港鐵和運防局 現在揭出來的問題 是越揭越嚴重 大家要看回他最初的辯論 不斷大事化小小事化毛 對港鐵投下信心的一票 這些建制派走去哪裡呢 你今天還敢不敢再說 信任政府信任港鐵的判斷 信任他們的專業呢 不要再做這些笑話出來 我們覺得 港鐵運防局 搞這麼大壇的醜聞出來 錢繼續收 糧繼續待 是對市民非常之不住 我認為所有涉事的官員 和港鐵的人員 以至港鐵的管理人的酬金 全部要全數扣減 絕對不可以讓這幫人 一直做一些不合規格的工程 一直工程造假 一直代我們市民的血汗錢 是絕對不可以接受 您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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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首先,我代表的重點 achieved通過互相別的土地 合 SBTWA 在港厕之地 to come clean and explain the matter thoroughly in the council and I do think that Frank Chen as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should have stepped down much earlier because of the 13 central blunder which have already damag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public words of the government and MTR and I do think if he stepped down then we can conduct a thorough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on the monitoring system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scandal 另外我想再說 關於今天《南華早報》有一篇專題報導 是引述中央的消息指 關於防止匯路條例第三和第八條的修例情況 中央政府不同意去修例設立一個委員會去監管特首收受利益的問題 他指出有兩點原因 一就是中央政府認為特首的任命是中央政府的權力 是不應該有一個委員會去監管特首收受這個利益的 另外就是擔心一旦修例 特首日後可能會很容易被人利用這條條例去指控他貪污的控罪的 我對於這個報道回應如下 如果這個報道屬實的話 我是感到難以理解的 因為現在所有的公務員和問責官員都要遵守防止匯路條例第三和第八條的規定 而第三和第八條的規定並不會令到公務員同事和政治問責官員動載得救 大家看到這麼久以來 有哪一個政治委任官員 是因為防止匯路條例第三條 沒有獲得授權下收受利益 而被檢控呢 是沒有的 從來都沒有的 反而被檢控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事例 是有發生的 我認為如果將第三條和第八條涵蓋上特首呢 反而是有一個清晰的制度和指引給特首 去如何處理一些利益的問題 還有是有一個監管和制衡 我亦都不同意 一旦特首需要向一個委員會尋求批准 他才可以收受利益呢 是會損害到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或者監管權力的 絕對是不會的 大家知道特首呢 除了要和中央政府去問責之外 也都要來立法會受立法會監督 也都要受其他的機構人士去制約 包括法庭 傳媒要監管 以至其他的政府部門 一旦特首是有任何違法的行為 其實其他執法部門都有權力去執法的嘛 他並沒有一個司法的豁免權 所以我是難以理解呢 為什麼說設立一個委員會去批准特首 去處理收受利益的問題呢 會是損害到中央的權威 或者對特首的監管 這個是難以理解 我不明白那個邏輯是怎樣的 但是我們看回 整件事由曾蔭權開始到現在 整整七年時間 修例的工作 雖然三任的特首 包括曾蔭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 都說要修例 但是到現在都毫無寸進 我就很懷疑 南華早報所引述的消息 可能都是反映了 中央最少是一部分的官員的憂慮 我認為這些憂慮是絕不必要 如果讓特首繼續超然於其他公務員 和政治問責官員 是不受第三條和第八條所監管 會變成特首是凌駕於法律之上 也不能夠做一個良好的榜樣 給其他公務員和政治問責官員 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官員 是應該怎樣 可以去確保自己 法律底下容許 去收受一些利益 而監管制度和 向公眾問責透明的制度 怎樣做得好 所以我對於有關的報道 與於屬實感到非常震驚 和難以理解 你認為對於會議對於屬實需要的化學員 不會使用其他公務員 聆會對於職را合的公務員 請問目指定 會覺得有任何動作 當時我們打算 我們的所謂 在下面諸保釋 與第八條和第九條 對白法規定特首的憂慮 主持有任何動作 饺 photographed the authority or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nce the chief executive is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f there is any committee to oversee the acceptance of advantage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t will not damage or affect the power of Beijing who can supervise, monitor and appoint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if ultimately the government decides not to change the law to cover the chief executive then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be above the law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cannot be the role model for all these civil servants and the 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 and it will let the general public think that it may have double standard to monitor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other civil servants and the politically appointed officials okay, thank you